这两天李克强总理的一些北大校友在怀念他 然后这几篇文章我仔细读了之后 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 有一些信息 这个是之前的关于李克强的那些介绍的文章里边 从来没有说过的 这个人叫张伟 看见了吗张伟 张伟 伙字边这个伟北大学生会主席 他跟李克强当时是两个最有名的这个学生干部吧 两个学生干部最有前途的 这个张伟在1989年的时候 这个因为对这个邓小平啊 杨胜坤啊 李鹏啊 姚依林啊 就是共产党这些大佬下令开枪 镇压学运不满 当时他在天津 已经当到什么开发区主任呀 在天津他有一堆的职务 他给当时的天津的负责人 市委书记吧 应该是李瑞环 写了一封辞职信 他说我接受不了你们这种开枪啊 镇压呀 这个人后来到海外了 好像在英国建桥啊 还是牛津呀 或者美国哈佛呀 反正是不是英国就美国留学 现在这个人在应该是在英国 或者美国啊 这个叫张伟的 当时他的那个实力啊 才能啊 应该比李克强啊 包括耀眼的程度 但是他的性格 李克强比较能忍 他不忍 所以他到海外发展去了 李克强 李克强就是想在中国当官 就那种人啊 你看80年 北大的学生竞选海淡区人大代表 那不是前几年 那个许志勇也竞争吗 也竞选 还当选了呢 结果后来被抓了 许志勇在那个 那个北京邮件大学 北游啊 是吧 北大呀 北游啊 这些大学 清华呀 曾经都是我的客户 北航 北大的那个伙食处 采购科啊 王熙珍 王永利 原来都是我客户 张伟啊 竞选 后来好像当上了 张伟 你看 我们这一届 有两个人将来可能很有作为 一个是张伟 一个是李克强 但在言谈之中 又对张伟有所担心 觉得他的性格太北大了 缺乏克强的那种忍劲 就张伟人就不忍了 但是他也没有像王丹 他们那样后来被抓起来 被被关到监狱 是吧 因为王丹搞六四 搞学运嘛 这个张伟就是辞职了 本来已经在天津那边当官了 就到海外去了 等于走了这个王丹 和李克强之间的一条路 你看李克强毕业后 留校当了团委书记了 你看这就是党的人 他就是那种共产党特别喜欢的 那种又听话 然后那个学习成就特别好的 就那种人 李克强后来在经济系 读了硕士和博士 后来一直在团中央工作 这个人叫海文的 后来他当了校长助理 你看他也当官了 在北大 分管基金会和校友会工作后 是吧 克强在河南当省长和书记 后来又去了辽宁当官 回他们母校 北大是很有势力的 北大清华 是吧 这个人当校长助理 校友会 就把这些有势力的 是吧 这个政商关系都得发展好了 对吧 给北大钱呀 给北大提供各种的资源呀 这不是李克强跟刘延东吧 那个是刘延东吧 是吧 副总理 然后这个 穿西装 这个红领带的 就是这位作者 北大的也是官 也是他们同学都是 参加两次座谈会 一次是温家宝当总理 李克强副总理 聊了一会儿 后来他当了总理了 你看 就没有了那种 轻松自然的交流机会了 还去那个季县林去世 他还专程前往调宴 海文 叫他一声海文 博敖论坛 他做了发言 他也去了 你代表北大呀 不敢代表 大家有个握手 18年是北大建校 120周年 那北大是1898年建校的 1898年的时候 还是大清朝 还做了一件衣服 李克强 当然他没拿 这衣服是后座的 学士服啊 有了学位制度 1997年 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兼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院长李克强 为本科生讲授发展经济学院 应该是北大的本科生吧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就在那个西三环 那个紫竹桥的北边 马路西 三环的外侧 那个地方叫万寿寺 对面是总政的那个 总政歌舞团 还有那个北京舞蹈学院 中央民族大学 还有国家安全部系统的那个 中国现代国际官研究院 那是国安部的 这是杨立川写的 关于克强同学的点滴回忆 听到李克强突然去世 震惊到我由于木讷了很久 我们已经20年没有联系了 也要哭啊 这老同学老朋友 20年前最后 那次最后的通话 就没见过面 20年前 但是有一次电话 那次我去河南寻访旧地 我在80年代中期 在徽县 现在是不是叫徽州市了 我不知道啊 就徽县 河南徽县 做个副书记 应该挂职吧 想起克强同学 克强那会在这个 河南不是当省长了吗 就打了个电话 秘书告诉我 省长去开封抗洪了 估计很难安排见面了 不想我一顿饭还没有吃完 克强把电话打回我手机上 一聊竟然40分钟 聊了旧市 近况 我的企业发展 他的抗洪等等 我记忆最深的就是 他说还是你好啊 那么自由 这个人就是要当大官的 就是共产党的体系里边 比较欣赏的人 尤其是团派那些大佬啊 包括那个 胡耀邦啊 胡锦涛啊 都一直在栽培他 他是我在法律系 法律系认识的第一个同学 还创设了常代会 北大学生会 这是张伟 张伟啊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的经验 提议设立的 由于某些原因 就是政治原因 常代会并没有长期坚持下去 但是确实同学们初步体会了 权力制衡的原理 权力制衡就是三权分立啊 这个和共产党的一党专制 是水火不容的 所以这个东西 不可能很持久 一段时间还凑合 八十年代 那还是赵紫阳的时期 那会还凑合着 胡耀邦的时期 这开枪之后 这些都不行了 柯强在团中央工作时 就住在大楼后面的宿舍里 那就是那个 前门东大街 那个马路的南侧 和那个台机场大街的 那个那个东南西南角 就住在后边 大楼后边宿舍 那可能都是平房 可能都是平房 房子很小 有一次到他家拜访 他一边过削苹果一边说 我刚去朝鲜访问回来 朝鲜是中国的盟国呀 甭管他再烂 也是中国的盟国啊 都是互相比着烂 这是他们送的苹果 就是这样 我一看又黑又小 朝鲜 有时候我会往他家打电话 经常使他夫人 成红接听 虽然我和成红老师 并没有更多接触 但是机缘巧合 可能与我后来到河南工作有关 我却与他父亲 成金锐 和母亲刘一清 多有来往 也曾到他们团结湖的家里去拜访 哦明白了 那就是这个李克强的老丈人 老丈母娘 就是岳父岳母 你看之前的他们的介绍 包括什么维基百科呀 网上很多介绍 都说这个成红的父亲 是在河南叫502厂吧 河南这个最大的一个旅厂的郑州 两万多人的厂长 但是后来他们到北京定居却没说 而且说这成红他妈 刘一清 是这个新华社河南分社的 是吧 我原来也以为他的父母 就是李克强的这个 这个丈母娘老丈人 都住在河南 看来不是 看来后来住到北京了 是吧 也曾到他们团结湖的家里 去拜访 刘阿姨曾任新华社 半月潭的副主编 曾经到辉县看过我 那如果他们要住在团结湖 那有可能是新华社 新华社的团结湖有房子吗 有可能 为什么我 为什么说呢 因为 因为原来我跟那个 我给他们送货 就很多那个大单位 你比如说那个机械部老干部局 机械部老干部局 机械工业部 交通运输部 那会叫交通部老干部局 什么这个民航总局的老干部局 什么铁刀部的老干部局 什么那个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检的老干部局 这些老干部局 他们那个 因为有些房子呀 他们是国务院的 统一分配的 知道吧 就新华社的老干部局 那个不是我客户 但是新华社是我客户 他们分布在 比如说北京很多地方 比如说团结湖啊 比如说这个护家楼啊 什么那个洋房店啊 什么这个造军庙啊 什么真武庙啊 什么白云路的汽车局啊 像什么什么这个 那个百万庄啊 和平礼啊 什么这个旗河楼啊 南河院啊 什么万寿路啊 他们分布在很多地方 他们很多那个老干部 是住在一块的 是重重叠的 你包括我们那个安定门外 蒋宅口 蒋宅口的那个 那个红绿灯的西边 那个路北路南 都有国务院的宿舍啊 那么而且他要住在 像他们要住在团结湖 像他们那边 比如说那个那个水锥子 人民日报社啊 啊 你像团结湖的那个那个 原来那个农业部 也是我客户啊 农业部的那个机关食堂 全国文联 那个作协 那都在那一带啊 所以他们 就是分布在好多那种老小区 那房子都不一定多好 我刚才说和平礼 还有和平街 就那青年沟路的北边 好多这种都是国务院啊 就各大部委的房子 他们是 比如说国务院的房子 里边住着好多不同部委的人啊 你看他说刘阿姨曾任 新华社半月坛的副主编 而这半月坛是我的客户 半月坛就在那个新华社 就那个乡武门西大街 那个新华社后来盖了一栋大楼 叫新闻大厦 那新闻大厦是三楼是几楼啊 啊 什么半月坛吧 什么那个中国新闻学院吧 中国新闻学院是在那个石井山 在那个卢谷路 京原路啊 这原来都是我客户啊 还有新华社的那个 那个那个机关服务局的那个老局长 我也认识 然后他们的大食堂 什么新闻大厦餐厅 好多部门 什么那个那个国内部 国际部啊 军事部属于解放军的 那个没买过东西 还有什么中国图片社呀 就在那个宣武门西大街的八口啊 中国图片社呀 新华社的叫新华巡护台呀 新华社的那个印刷厂啊 还有那个中广联 中国广告联合总公司啊 中国国际关系协会 那都是新华社的啊 到辉县看过他 程叔叔 就是这程金瑞啊 就李克强的媳妇 程鸿的爹 后来在国务院扶贫办啊 明白了扶贫办 那就在中南海里边上班 明白了明白了啊 也许都是因为李克强的关系 才给安排到那去的 后来就等于从河南又调到北京 90年代初 曾到访过我刚刚创业的东莞企业 是吧 现在咱们知道了 李克强和他媳妇啊 就住在那个台机场大街 就是那个那个共青团中央 后边那平房里 不知道平房是楼房 很大可能就是一个小平房啊 他妈他爸就住在这个团街湖啊 团街湖的街道办事处啊 还有呼家楼的街道办事处都属于朝阳区的 也都是我客户 还有那个朝阳区的那个朝阳宾馆 在小庄啊 那程鸿的单位就在那附近 程鸿那个原来叫北京经济学院 京院 后来改名扩大之后 叫首都经贸大学 首经贸 首经贸的东校区 就在红庙 红庙路口 这一带我太熟了啊 往西就是CBD啊 就东大桥啊 关东殿啊 蓝岛大厦呀 日坛路啊 光华路啊 就这一片 是吧 包括那个什么 那个叫什么紫什么大厦 那个叫什么贵友 贵友商厦 国际大厦 赛特大厦 是吧 永安里啊 全在那边 包括什么填水园 填水园那有一个大型的图书批发市场 我去那买书 旁边有一个北京什么汽车工业 汽车工业的一个技校啊 曾经也是我客户那边啊 那边还有那个什么 有一个朝阳体育馆 还有那个那个 那边小区里我有朋友 我的客户是税务系统的 还有这个朝阳区的那个妇幼保健医院 啊 生孩子什么的 可以到那生去 是吧 坐在那边啊 还去过他的企业啊 这个人后来下海经商了 到到东莞 83年到84年 我在中国社科院和团中央合办的青少年研究所工作 就在团中央大楼里上班 所以有时候我偶尔也会走进他办公室聊聊天啊 聊理想聊未来 阻力不小 前途光明啊 社科院和团中央啊 搞了这么一个研究所 这我头一次知道啊 社科院我也很熟啊 我跟他们都认识好多人 我到辉县以后 有一次回京 又在他办公室看看 他说 你看啊 这个人开始 李克强开始帮这个杨丽川的忙了 就利用他的权力 这很容易的事 一句话的事 他说有一个出访日本的机会 团员都是团干部和青年杰出人物 你是全国青年委员 又在挥县任职 你如果愿意可以安排 你看 这就是潮里有人好做官 人家都是北大校友 又是朋友 又是熟人 所以 是吧 可以安排 你看李克强一句话 因为这个代表团的名单 是吧 比如说代表团200个人 200个人当中 他就可以安排他的朋友 是吧 校友啊 我当然喜出望外呀 我还没有出过国呀 你看 这是那会儿中日关系好的时候 80年代啊 70年代 80年代 八几年吧 现在人家都出国留学了 我却一头扎到农村去了 当时就决定了 我赶紧啊 肯定 哎呀 行行行好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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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 是吧 促成了我作为中日友好 21世纪中国青年代表团成员 于1986年10月的访问日本 啊对了 这个是胡耀邦 胡耀邦访问日本 好像邀请了3000个日本人来中国访问 有的是坐船来的 有的坐飞机来的 那胡耀邦一高兴 邀请了3000个日本人 这个应该是作为回访 你看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件事 在克强同学生前 以及昨天去世 官方多次公布他的履历 简历 我发现一件事情总是被忽略了 他曾经兼任过中青里集团的董事长 而且应该是该集团公司创始人 啊 啊这中青旅 对我好几次出国都是中青旅 啊那个那个 2019年去日本 2014年去欧洲 啊都是走的中青旅啊 包括2010年去台湾 啊 这全是走的中青旅 中青旅价格什么的还是不错 啊感情李克强是那的创始人 董事长 哦呀 那时他担任全国青春主席 也就是团中的二把手 大约90年代初的一天 我们俩有一次私下的交谈 他眉飞色舞的大谈有关旅游业 酒店业的投资 收购与发展规划 你看 啊这个在李克强那个履历里边 从来没有提过 可能是觉得一个官员 不应该去做搞企业吗 还是怎么样啊 那就不知道了 就李克强硕士研究生 毕业论文 中国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 李克强 学号 18825016 经济系 政治经济学专业 哎呦 研究方向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导师肖卓基 1990年 哎呦 33年前 12月8号 这李克强的硕士论文 博士论文啊 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 王世涛啊 这都是他的老同学 即 在锻造中啊 就变成党喜欢的人 锻造 锻造成一颗螺丝钉 继北大团员书记李克强 我是1985年5月 由化工部第一设计院 调入团中央机关工作的 化工部第一设计院 我不知道 我就知道和平里 有一个化工部的规划院 那个是我的客户 还有和平里 有一个化工大院管理处 也是我客户 这个人后来去天津工作了 李克强给他写的字 驱车一日 携中后人同行 人生百年 与志愿者共进 你看李克强 还是有点财啊 李克强有财 他可不是那些假的博士 那些没文化的大老粗 还特别狠 是吧 狠呆呆 他可不是 我还是喜欢有点学问的人 有学问的人 你跟他聊 还是能够 是吧 能够能够有所长进 高德战 张立昌是一锅汤啊 高德战是半碗饭 天津人对这两个人印象不好 这个白衣服李克强 这个人 这个人 应该是在天津的某一个政府宾馆里边拍的 当然这都是他的同学 都是在吹捧李克强 都是他们北大的吧 有时候北大的 或者团中央系统的人 李克强右边第四个 93年 宋建啊 有一个国家科委主任也叫宋建 海文 海文52年生的 当过北大那个校长助理 浙江杭州人 52年 哎呦 比李克强大三岁 人家都71了 还活着呢 李克强68就死了 69年赴黑龙江虎林献插队 虎林 虎林就是珍宝岛吧 中苏打仗 69年就打仗啊 跟苏联在珍宝岛干起来了 83年到美国留学了 长滩加州州立大学 经济学硕士 91年 美国戴维斯 州 戴维斯 加州大学经济系 经济学硕士博士 现任北大 校委员会副主任 北京大学 汇丰商学院 创业院长 杨丽川 杨丽川更岁是更大了 50年的 那比李克强大了5岁 出生于北京 17岁 就是67年 北大荒河内蒙当知青 78年考入北大哲学系 毕业后曾在水电部 水电部现在叫水利部和电力部 电力部现在叫国电公司 这俩部原来都是我客户 中国社科院 还有经济日报社 中国社科院有些下属单位 还有这个经济日报社 是我的客户 原来在王府井 后来搬到陶人亭 在河南挂职 当县远副书记 组建中原国际集团 后来这人下海经商了 也是阿拉善的 阿拉善不是什么 马云呀 任志强啊 是吧 王健林有没有啊 好多人那个大老板 王石他们 不都是阿拉善的吗 中山大学 公民社会中心理事 王世涛60年 他岁是小 生于山中林椅 山中化工学院的 澳大利亚的南澳大学MBA 化工部第一设计院 团众院宣传部 国务院新闻办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红十字会的 明白了官方的 官方的假慈善的 中国西部 小六五五五六五四五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五六千斤 特别人